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中老年之音》,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。 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,我们每天都陪伴您。 拉长到十年的跨度来看,就是它日子过了十年,但是也存了后面十年的生活费。 虽然说,可能物价会涨,但是这种方式还是会让自己生活多一点保障。 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财务情况并不算精通,最多也就是记账而已,甚至很多人根本都不记账。 然而,人到五十,有必要每个月保持现金流为正,然后有余钱。 这是给自己存养老钱跟看病钱。 就这么直观,二健康的生活习惯,人到五十,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,就要开始有基础病了。 我身边认识不少人,都是这个阶段,查出来高血压,糖尿病,脂肪肝的。 其实,这个阶段,就别再做鸵鸟,对这些事情,假装看不见了。 比方说,有的人查出来糖尿病之后,仍然不能严格管理自己。 任由自己大量喝酒,吃高糖食物,最后发展到糖尿病并发症,自己脚都烂了,眼睛都看不见。 你说何必呢?稍微控制一下自己。 拉长到十年的跨度来看,就是他日子过了十年,但是也存了后面十年的生活费。 虽然说,可能物价会涨,但是这种方式,还是会让自己生活多一点保障。 大多数人,对于自己的财务情况,并不算精通,最多也就是记账而已,甚至很多人,根本都不记账。 然而,人到五十,有必要每个月,保持现金流为正,然后有余钱。 这是给自己,存养老钱,跟看病钱。 就这么直观。 二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人到五十,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,就要开始有基础病了。 我身边认识不少人,都是这个阶段,查出来高血压,糖尿病,脂肪肝的。 其实,这个阶段,就别再做鸵鸟,对这些事情,假装看不见了。 比方说,有的人查出来糖尿病之后,仍然不能严格管理自己。 任由自己大量喝酒,吃高糖食物,最后发展到糖尿病病发症,自己脚都烂了,眼睛都看不见。 你说何必呢? 稍微控制一下自己。 三餐四季,都好好对待。 不贪睡,不熬夜,不贪吃。 有病了,积极看病,自己才不至于严重。 不是吗? 三重心,放到自己的生活上。 人过五十,哪怕前半生,再怎么努力工作,为家庭操劳。 这个阶段,也该把重心,逐渐调整到自己头上。 只有为自己活了,才不会觉得憋屈,也不会让自己将来后悔。 举个例子,有些人生了重病之后,很后悔自己这一辈子, 为什么没享受过。 现在想完,都玩不了了。 想吃的东西,也吃不进去。 这就很让人唏嘘。 如果一个人,能尽早开始,善待自己,珍惜自己。 那么,有一句老话,父母债,子女长。 父母造了什么孽,欠了什么债,最终都会落到孩子的身上。 福气也好,压力也罢,孩子都在劫难逃,没有任何的选择。 有人就疑惑,父母做了什么,那是他们的选择。 孩子有什么人生,那是孩子自己的选择。 为什么这两者会牵扯在一起呢? 因为父母跟孩子的命运,是绑在一起的。 不论孩子如何挣脱,父母的命运红线,就一直死死,牵着孩子不放。 大家一荣共荣,一损俱损。 其实很好理解,父母做了什么好事,孩子就有什么好报。 父母做了什么坏事,孩子就有什么恶报。 这就是所谓的莫到因果无人见,远在而孙尽在身。 一,父母不孝,子孙也会跟着不孝。 俗话说,孝顺还生孝顺子,忤逆还生忤逆儿。 你是孝顺的人,对待父母很有感恩之心,相信你的孩子也会有样学样,对你孝顺。 如此,孝顺的基因就会代代流传。 反之,你是不孝的人,对待父母没有感恩之心,相信你的孩子也会有样学样,变得愈发不孝,跟你对着干。 如此,不孝的悲剧就会代代流。 自己不孝顺父母,却教育孩子要做一个孝顺的人。 自己都做不到,孩子怎么可能做得到呢?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。 上梁出了问题,下梁也会出问题,从而导致整间房子都出问题。 小问题不解决,大问题就会接踵而来。 不论自己是否有钱,都要对父母孝顺。 首先,是为了做个好榜样。 其次,是为了履行责任和义务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 二,父母各种得罪人,子孙后代的处境不会好。 历史上有一个典故,九世之仇。 话说,由于被冀国的国军挑唆,所以齐国的第五位国军齐哀公就被周天子烹杀了,下场凄惨。 对此,冀国国军特别兴奋,认为自己很有本事。 可他不知道的是,自己已经跟齐国结下了世仇了。 过了一百七十多年,传到了帝时代的齐乡宫,便发兵继国,一雪前耻,灭其宗庙,威慑诸国。 公养传,专公四年有言,九世又可以复仇乎,虽百事可也。 过了九代人,我们还能报仇吗? 哪怕过了一百代人,也要有仇报仇,有冤报冤。 因为一切爱恨情仇的因果,一旦种下,就无法摆脱了。 日后好相见,倘若父母这一代人做得太绝,那他的子孙后代就容易倒霉。 人无千日好,花五百日红。 在富贵的时候欺负别人,等我们的子孙贫穷了,别人也会欺负我们的子孙。 三,父母缺乏读书的智慧,子孙后代就会吃亏。 现阶段,不少人都强调读书无用论,认为读书无法改变命运,就不让孩子去读书,直接让孩子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。 这,就是短视的行为。 父母没读过书,自然是穷人。 如果他们依旧不让孩子去读书,那孩子也会沦为穷人,还是代代贫穷那种。 读书未必可以让人大富大贵,也未必可以让人成为精英,但一定可以让人三餐无忧,活得安稳,有更多选择的机会。 没读过书,所能选择的,不过是一些斑斑抬抬的体力活。 读过书,所能选择的,就是各行各业的中等岗位。 至少,用脑力赚钱,比用体力赚钱更轻松。 更重要的一点,读过书的人,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,会更加深刻。 既有知识,也能实践,知行合一,那赚到钱是迟早的事。 苏氏早就说过,中后传家酒,诗书记事长。 人,要以中后来传承家庭,也要。 跟不会读书,所过的,是截然不同的人生。 四,父母娇生惯养孩子,会毁了孩子一生。 俗话说,欲不拙,不成器,人不学,不知意。 一块玉石,如果不经过打磨,那他就无法成为精致的玉器。 一个人,如果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风霜雨雪,那他就不会懂得人间疾苦。 就拿赚钱这件事来说,没有赚过钱的孩子,会认为百万,千万都是小钱,根本不会珍惜父母的钱财,只会大手大脚,各种挥霍,坐吃山空。 经历过生活的打磨,赚过钱的孩子,就会知道,一饭一粥都来之不易,尽量不要大手大脚花钱。 存起来的钱,才真正属于自己。 你认为,是各种挥霍的孩子人生长久,还是知道,一饭一粥来之不易的孩子人生长久呢? 毫无疑问,肯定是后者。 败家的孩子,不是天生的,而是父母惯出来的。 过分娇生惯养,到头来祸害。